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动手还是这个 前一阵子买这个乐高NES 还有这个马里套装的时候 送了这个笔袋 里边有各式各样 乐高相关的文具 非常有意思 跟以前乐高所有赠品都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真是觉得很久都没有用过笔袋了 一下就唤起了很多上学时候的美好回忆 打开来看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百宝箱 这东西还有点不太好拿出来 这是这张贴纸 全倒出来了 首先透明笔袋这种文具形式 就特别有九几年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真的是这种笔袋非常常见 很多小卖部都有卖的 上面印的都是各种卡通图案 特别有意思 这拉锁还做成了这种软胶 乐高积木的形式 虽然说缩小了一点 但是看起来特别可爱 挺好玩的 还有张乐高小时贴纸 不过这乐高小时贴纸有点简陋 它这小时边缘 没有那种裁剪的缝隙 好像撕下来 哇 原来是因为这个缝太细了 所以说我没看出来 好吧 一张普通贴纸 然后是一把尺子 这尺上面不是印刷 原来是张贴纸 好吧 我刚吐槽 这图案的印刷真的那么刺 结果没想到 还不是这种普通印刷 而是张贴纸 这也太简陋了 这背面还有这种磨损的痕迹 真太有小时候那种劣质文具的感觉了 然后还有什么 一支铅笔 不过这里边好像没配转笔刀 销铅笔刀也没有 差评啊 还要自己配转笔刀 也不知道这支铅笔是什么号的 Made in东莞China 0419 是19年4月份生产的 上面也没写 这铅笔是HB还是RB之类的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 就不敢拿这支铅笔来填达提卡了 不知道那读达提卡的机器 能不能认出来啊 或者现在考试还用那种达提卡吗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填那种RB铅笔达提卡 现在还用不用 还是什么技术革新了 不太清楚啊 毕业太久了 又是一张乐高小时贴纸 上面还有这臭柚 这还有这长颈鹿 这应该不是跟反斗城合作的小人 绿色这个看起来跟放大版积木一样 是块橡皮啊 不过这种橡皮 真的是一看就肯定是特别的不好用 一擦的肯定就是一片黑那种啊 我记小时橡皮呢 都是那种越好看就越难用 最好用的呢 都是那种看起来平平无奇橡皮啊 比如说那个绘图橡皮 估计很多8090后都用过 擦那种铅笔字呢 真是擦得非常干净 这橡皮背面还有个孔啊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转笔刀呢 我们把这个 哇 还真能插进去 行吧 能当小锤子似 哎呀 风口楼小车掉了 最后呢是个笔记本 上面印着各种乐高大的小玩意儿 哎 哇 这里边还是大白板啊 连这个条格都没有 这太省事了 不过一想也是啊 小朋友拿什么笔记本 可能主要拿来画画 所以说没有这横条也无所谓啊 最后里边还有个清单 是个小条 哎 果然就是个内容的明细 没什么太多好看的 虽然说我们今天这都是文具呢 比较简单 甚至可以说简陋啊 但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上学的时候呢 美好时况 特别是小学的时候 那阵呢不让带玩具 所以呢只能带一些 介于文具和玩具之间的文具 如果运气好的话呢 就能跟同学显摇显摇 运气不好的话呢 就被老师给没收了 小时候真是也没什么太多好玩的 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啊 真的都当珍宝一样 特别的珍惜啊 不像现在小朋友啊 可以玩的东西这么多 我小时候呢 真是没这么太多好玩的 但虽然说玩的东西不一样 但一样都非常快乐 我记小时候还有那种 这个可以投篮的铅笔 就那铅笔呢 它后边是一个球架 你可以架起来 然后前面还可以投那种小篮球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还记得 今天呢我们一起看了 看这乐高比较特别的文具袋啊 哎 真是很久没有摸过 这么儿童话的文具了 就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真是小时候班里 谁要有这么一套东西 真的就是万中瞩目啊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查看点赞 一键三连 订阅视频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